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单的压力就小了 女单的压力真是一下就骤减 但是韩国队进四强 中国队女单还是会有压力的 来看看双方接下来的第二局 我们来看看双方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局虽然韩国队失利 但是双方这个实力还是很相当 主要还是多拍当中你别失误 减少自己的失误 而且其实第一局对马来西亚这边体力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这球攻的质量比较差 对对方挡了一个对角 手上陈一慧手上有一个假名做欺骗 这个拉开也非常的成功 陈一慧有时候他的出球还是比较有目的性的 像他刚刚 他虽然是左手 但是在你攻到他的正手 但不是太正手的情况下 就是离身体比较近的情况下 他还是会就是会去通过自己的这个技术把球拉到对角线去 就是让对方在移动中去进攻 那这样第一他连贯不起来 第二他这种移动中的这种威胁减少了我们 对我们的这种机会反逆机会就多了 全一会的强王不错 很满机会 其实韩国队这一对就很 其实也挺缺这一块的 就是他们强王 两个人都不是很凶 往前你有机会的情况下 他们也基本上以放王为主 对 他们的打法是比较平稳的 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变速其实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不是这么的突出 翻场球 送到了对方手里 下Another 加密子 下官方的依然是否等了 下官方的依然是居住的